看一下啊 BZ要不要扮这个手薩米拉 但是有一个小贴士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10.24的版本 是有把薩米拉的 这个被动距离改过一段的 所以现在就是 潘森跟薩米拉之间 互相联动的话 扮得依赖瑞 依赖瑞 还是你刚才说的 那就薩米拉了呀 对 但是就是 还是我跟大家说 那个点就是 现在潘森强行 上去打自己的被动的话 就打W技能 其实薩米拉是有点跟不上 但是不得不说 薩米拉这个英雄 其实在之前啊 我看各种轻讯啊 然后各种组合在里面 其实薩米拉的优先级 非常的高 主要是现在出 不朽盾弓加银血剑 伤害很高 而且进场效果很好 而且就是 自己的生存能力 也有大大的提高 对 很契合他 看一下这些反手 拿下薩米拉之后 BZ一二轮的先选 要确定一下 自己的AD选择 和自己的上路了 这把AD的可选性 稍微降低了一些 自己 维恩也是 雪狐啊 汉堡王真的 VN打得特别好 而且这个阵容 但这个阵容 没什么肉可以切 是吧 而且我有点想法 就是会不会 维恩加铝坦的 下路组合有点弱 哦 万豪 是拿出万豪了 没有选择 他同样比较擅长的 像 像那个 贾克斯 以及赛恩这种 音乐 或者物语之类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万豪 也是他比较成名 跟一首的招牌 最后这一首的摇摆 看一下潘森的分位了 潘森是中路吗 看一下到底是中路 还是辅助 因为他当时 其实拿潘森跟暴女 也是打一个 中野的一个年动 就是加强自己的 一个AD输出的伤害 那确定了 最终选下泰坦之后 果然是把潘森 摇到了中路 然后让泰坦打一个辅助 这就是 这就弥补掉 我之前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潘森跟萨米拉 现在可能不一定 打女坦的时候 跟得上这个控制 哦 但是有一点啊 其实DOI这个阵容 整体看上来 虽然有开团 虽然有控制 但是其实他们一个 超远距离的一个消耗 就是不是特别的稳定 只能靠泡女的一个Q 去放风针 而他们基本上都是 肉膜比较长的英雄 剑膜 手比较短嘛 对吧 就右边可能推塔上面来说 不是那么有力 可能必须要拿到一些 关键性的中立资源 比如说大龙啊 或者小龙啊 才能够进行推进 对 但左边好像手也不长 对 左边手也不太长 左边主要是 突进比较强 像螳螂这种英雄 能够切 但是不得不说 就暴女这个英雄 如果玩得好 就像这种 江耳萍的绝活英雄 打到后期 他还是标得准的话 有一定的carry能力的 对吧 小团的眼位很重要 直接进入比赛当中看一下 这我一级是有一个 小小的入侵 研究好的 但是 好像也防着在 就这个眼的话是 应该是看到了 应该是看到了 但是 看要不要卡一个时间点再近 因为这边有泰坦 所以DOI比较想要打一级的团 退掉了 还是先回去 而且眼位的话 其实的话没放啊 这一波不留眼的话 其实可能也是估计到对方 没有去换野区的想法吧 但这边他是不知道 螳螂是选择的 拦开的 这边周皇把自己的一个开野路线 是能够规避掉 选择得很好 那这一把下半区是帮助 自己家打野开野怪了 那这一局 其实是能够很好都有限权的 这个推陷能力是完全在线的 他打潘森的话 比赛1的下路还带片 这边上线时间 双方是同步的 所以也不太知道 对方藏狼的开野路线 而且还用了一下技能 就用了一下蓝量 这个骗的还是挺逼真的 有一些小思考 但一级这边 其实泰坦是可以勾 但女坦不太能上 因为刚才兵线是有一些小领先 勾到了的话 是准备想先杀的 但是这边也是可以看到 下路这边 硬朴今天打得很谨慎 没有选择一上来 就推陷的那种打法 因为自己家打野是暴女 然后下半区开 所以下半区可能不会受到太多的保护 我消耗的很凶 直接上来打一套 这一套换血迟迟有点伤 但是后来又打回来了一点 手长吗 好像还行 反正手长 看一下江耀平招牌的暴力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 潘森是带着点燃 他这样耗血是有击杀能力的 我觉得迟迟迟迟 相反要保持好自己的一个血线 对 因为这边马尔森他带着爱丽 又是带着爱丽 又是一个TP 如果硬要打一波的话 实际上是远远不如潘森的 本来潘森就长 堂狼前中期肯定也是偏刷 所以不太可能给到中路很大的帮助 还是说先抓一波人 但这个兵线不是很好 带的还是扫描 所以可能刘晓柔过不来 这个核刀血远线 看一下江耀平怎么选择吧 因为我们说暴女线不强 原因就是因为核刀血远线 多了那一个护盾值之后 没有控制的来中路 好像要长刷了 准备 闪现盾 接镖 这个位置有了 就是第一波你不带进化 然后包括马尔扎 他血线控制不好 兵线被卡前就很容易被击杀 这就是绝活的配合吗 就潘森加暴女啊 你给我一点机会 我就说不要被消耗血线 马尔扎 只要被消耗血线 我就过来感谢你 主要我觉得这波兵线也是 这个控的好吧 对于潘森来说 就JK控的好 这波兵线正好是回推线 然后到自己塔前了 那这中路被杀了有点难受的 上路又控一手 打了一套 但是建模这边不吃虾 但暴女过来了 这波看一下三段Q打完 后续血量有点低 给了奶了一口 回头不着急 这标空了 但是带电型的可以杀 还是有红buff 这个红buff黏人能力太强了 再加上建模这个攻影 恰到就装得很像 我保持我不是太转 就小亏小亏一点 但是我后续还是有击杀能力 就是说如果我再继续追击 我不会被换掉 主要是这波还扛了兵线在打的 那前期五分钟之前 抓出两个人头 对于江欧平的暴女来说 是节奏非常的好 对而且我们之前就有看 DOI的训练赛也是他们之前前期一直都是优势的 特别就是善于打优势我觉得DOI 但是看一下他们今天资源控的怎么样 就是整个地图的资源包括他的资源 讲个题外话 就前面五分钟来看这个暴女可能不太能放 节奏有点好 太好了 而且跟线上配合就是那种小控制打的特别完美 但是可能跟建模这种控制不是特别稳定的 还是江欧平的Q技能要稍微要再多思考一下 是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把前期的准备来说 DOI是已经做得很好了 就看六级之后马尔赛还有大那一波怎么样去配合 哦那这边江欧平是出了一个护臂 又要蹲中 但中路这一波没有闪现 而且也比较谨慎 是是是这边 三个人过来了 看一下反盾一手 哦有了伤害直接灌满了 他是想利用这个大招去反盾一波 因为可以看到所有人全部过来了 但是没有想到江欧平跟他真配合伤害太高了 对 前期暴女两个人头进杖 那这条小龙敢不敢争呀 这条小龙应该会选择放吧 因为马尔赛他把大招有用过了 小羊过来还蹲一手 我感觉直接在脸上打了 应该没有想抢了这个意思 而且拉都不拉出来 就可能觉得就你也不敢下来了 给了给了 第一条小龙先放了 因为说实话 如果再争这条小龙 而且死人的话 那么BZE这边可能前中期就非常难打 还要蹲一手 这边要蹲 这一标标中我就会杀的 潘森是有大招的 会不会支援呢 潘森一直在那边 一个大招下来 准备打下路 下路今天包了 三包二看一下四包二 第一时间顿住 想先杀维恩 维恩这个就往后捆了一下 但第一时间螳螂没了 维恩也倒回头 剩下一个辅助也走不掉了 女坛只能命丧当场 那前期拿到大杀特杀的战友瓶 而且有一个三千的经济优势 这爆炸了呀 这前期0-6的开局 说实话暴女虽然说现在野区不是那么强 但是他人头拿这么多情况下 这个螳螂不好打他了 而且他出装很针对嘛 先出了个户壁 这就是绝活吗 真的是 我就觉得绝活一个都不能放 对 一个都不能放 事实证明 虽然暴女这个版本野区不强 但是拿出来 在正确的人手上还是有正确的效果 在这一刻暴女就有战友瓶 战友瓶就是暴女 就吹这么高吗 我说这一刻 这一刻可以 很严谨 很严谨 下面的这个抉择就很关键了 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峡谷先锋的争夺了 但说实话 这个局势好像不太好争 又来越下路吗 不不 就是回放 回放 看一下这一波 这一波打起来 其实也是刚才有看到 潘森一直在小龙坑那个位置 视野黑的那一地方 直接蓄力准备大招了 我当时还以为是想杀这个螳螂 没有想到他的目标更大 我要把下路一锅端了 主要是这一波下路的四包二是很难去防的 因为潘森在 而且暴女第一时间 他是没有选择去蹲 堂了 而选择直接往下扳去走 整个视野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 看一下周皇 也是有点凌乱了 对 视野这边 本来其实 DOI控视野控的比较少 基本上都是在于 酱油瓶的一个整体前期 gank的一个节奏 嗯 他是先来到了这个中路 帮助打中路的 哦 要针峡谷的 而且可以看到 硬铺在往这边再靠 反升 BZE这边没有人过来 靠得很快 这条峡谷天空应该放 也感觉就 针不了 你要拿我 只能给你 我这个劣势在跟你去 针这个峡谷 还还针什么 过去 没好 没有办法再去针 因为首先攀升有闪 有点燃的 然后这一波 如果攀升强死 你闪现 盾一个人 接爆你的伤 还是可以瞬间秒杀了 主要是在这个时间段 是 VN最难打的 最没有输出的一个时间 可能对线还稍微好一点 能够利用Q进来去 消耗对线 但是打到中期 没有装备的支持下 是很缺输出的 是的 上半区 建模也开始 就压兵线了 这个建模已经开始 不让小娜 小娜吧 有好果子 主要是刚拿完下 五千峰上半区 没什么太多视野情况下 这一波可以前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玩好的装备 他还是选择 可能是破败 对 那这样的话 他们中期团战 是没有一个人 能够扛在前面 去顶伤害的 只能看女毯 对 女毯其实 作为一个辅助而言 其实挺吃装备的 这个版本又没有食杨鬼 对 因为这个版本食杨鬼是改动过 就辅助很难在前期去出食杨鬼 我的意思是 是的 现在 这个传说装备比较贵 而且作为辅助来说 你第一剑先出 中路这边想 强行再抓一下 先逼出一个闪现 主要是出不出来 对 就出不出来 这一波配合的话 没有浪费闪现 但是反而是把迟迟的 闪现给打出来了 那这个对于下一条火龙的一个争夺 我觉得太难了 而且下路随时有可能包 因为这个塔的血线非常的诱人 一头就可以装掉 马尔扎哈没闪 很难先手开人了 直接来了 飘大 这是一波包夹呀 三个人 剑魔也来了 人数上面是第二位 应该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 看下人头让不让 果断伤害直接灌死了 但是 还行 就马尔扎哈最后 亡命一波是打了一个残血 但是这一波 熊路再次被击杀的情况下 那下一条 得这个小龙 也很难去防守的 主要是把BZ1的中野给压制住 是的 因为BZ1主要也是靠中野起节奏的 马尔扎哈前期动不了的话 其实这个中野组合就打不起来 对 我是完全没有想到 就是暴女加潘森 就把马尔扎哈给爆了 嗯 想要是前中期 可能还是在第一波上 就不该换血 换血 对吧 对 就一换血我就提 就这个潘森是要起杀心的嘛 是 因为这边带TP也没有带进化 所以可能迟迟打的 也不是那么的小心 我觉得带进化 说不定更难 因为他没有TP回上线 可能直接就崩了 嗯 因为这两个英雄 伤害很容易直接灌死 哦 我直接招侠谷先锋了 不过说实话 蛮费的 这个感觉对线 你是觉得可以推掉是吧 不是 就是说 那这样的话 中塔的节奏会稍微慢一点 马尔扎哈手塔还是挺厉害的 而且这个侠谷先锋 也不准备撞第二头了 但是先把下落一塔拿掉 可以马上转先去拿这条小龙 所以也是挺赚的 就节奏连起来了 只不过说在宏观意义上面来说 这个中塔 将是DOI最难推的一个塔 因为他们的手 我们就开始有说到 手太短了 这个阵容 嗯 如果想要强冲塔的话 其实就是我要把你刷光之后 我再去推这个塔了 打一波小规模团战 打赢了之后 才可以去催塔 哦 但是因为现在暴女很飞 所以poke能力还可以 看一下 能不能poke到关键C位的血量吗 确实是这个样子 嗯 上路拉回来 哎 这边抱下 看一下我们就会再交一个闪现过墙 一技能什么时候好 这个血量控制的刚刚好 因为 周晃就在附近 我觉得螳螂熟练度还是挺高的 这一套连招打下来 然后再加上万豪的一个精准配合 也是大招抱回来的 是 但是建模现在上半区 隔血战斧已经做出来了 而且三天堂这边是四手蹲弓 而且还加了一个护甲鞋 现在叫铁板靴 一听这个名字就很重 你知道 所以 这把 其实想要击杀萨弥拉还蛮难的 因为旁边萨弥拉首先自己有回复能力 后续他也可以帮助 自己的团队在进场的时候提供第一波的伤害 上路这边直接给放了个眼 以防你这边螳螂利用这个视野叉去打MF 我觉得坐眼方面还是蛮细致的 小杨 这把对于实时来说 他选择的是难得以的苦楚 那这样打持续伤害还挺给力的 对 给劲 但是总体而言 我还是觉得要看一下后面的小龙的一个争夺 想要蹲一手 我先把你人逼走 中路这个位置有个罩子的 第一时间先破蹲 但是后续伤害我太高了 能换个攀森吗 我还有不朽枪阵 还是换掉了 塔下还想再杀 有机会的 螳螂这边但是没有秀起来 暴女还是太秀了 太灵活了 太坦走不了了 万豪 这一波反倒是BZ有点正啊 有过来一个闪现没有闪过去 万豪一边可以拉一手吗 能走吗 看一下已经到河道了 女坦这个闪现 他是想闪过墙去追击 但是其实 感觉那个距离还是有点太远了 而且他的大招知道距离不太够 也没有出手 那这边的话果然就是 像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强推中路啊 没有这个峡谷 还是有一点困难 对标山好高啊 但是中路这一波 虽然说迟迟再次阵亡了 但是还是换掉 对方潘森的一个人名 我觉得挺舒服的 就打回来一点嘛 就是在这个时间 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劣势能换人头 我肯定是赚的 但是最大问题 先看这一步 会棒吧 大招捏得好 你看就马尔扎 他这个大招捏得很死 把潘森整个输出 全部都打消了 如果就是在开赛前 我们提到就是 如果马尔扎 还有那个盾的话 第一时间你破不掉 其实不吃晕炫的情况下 你想强行技术 还是有点困难 就是操作上面 我没有办法去 很连贯的打出那一套 又去破盾 又去把你做益军的 那我肯定马尔扎 他可以丢出自己的R技能 而且其他的英雄 也可以看到 就除了泰坦 也没有比较好的一个打断了 是 但中路发生这一波 小插曲之后 其实运营节奏上面没变 这边上路又是跳大 身上有一个图断 看一下 先用Q技能破一下 泰坦这一钩没勾到 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吧 就要破盾 破盾踩 但其实刚才 如果直接上去 因为我们从上帝思想上面来看的话 马尔扎他的大招是没有好的 说不定灌伤还能够灌死 但这一波上路是 强行推掉上路一塔 但中路这边的一塔 是没有人去防守了 这一波换资源 其实我觉得对于BCE来说 还可以接受 做的挺好的 想要是把对方中路一塔给推了 但是核心 核心还是看下一条水龙 我觉得今天 对于张尤平来说 改变了就很多 拿到棒女之后 把整个地图的中立资源 全部给空下 是 然后现在 能拿的中立资源 都在手上了 但是从资源的置换上面 其实做的不是那么的严谨 就包括现在下路的一塔 刚才也是被磨了一定的血量 看一下这个小薰 能不能把对方的中一一塔给推掉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中一一塔 建模一个人手 其实他是有点虚的 因为对方有三个人 如果旁边没有最有保护的话 是很难去防守这个下路是塔的血量的 不过还是 在出了这个可血战斧之后 新鲜能力啊 各方面都还是比较强的 反打能力 现在要看马尔扎哈的下一轮的大招 他没有闪现情况下 还是很难摁到对方关键的C位 所以主动权还是掌握在DOI这一边 而且暴女出装也比较有进攻性啊 巫妖之后马上要出近身了 他做的还是法船行 身上有块表 这一块表很关键 看一下这个小薰封要不要招到中路 可以先招待中路抢线权 然后去转这条水龙 但是其实他这个装备很脆的 如果被马尔扎哈直接给按死了的话 有机会秒 有机会秒的 他这个秒表不一定能够开得出来 所以说他一定要注意自己这个位置的拉扯 但是可以看到 其实像站位上面还都是偏集中的 没有去绕啊 是怎么样 没有招下无先锋 直接往小龙坑站位了 龙坑里面有一个针眼的 视野上面的话 其实这边感觉 BZ1的视野做的还可以啊 而且这个合戒还是BZ1的 这个小龙其实DOI虽然有经济优势 但是没有说那么好打 这边在拉扯看一下 在拉扯龙的一个血线了 第一时间潘森顶在前面 这个龙只能下2000多的血量 准备要打了 拼一个逞肩嘛 看一下周煌在旁边 没逞过 第一时间日女只进去 但剑魔想要进场 开了一段Q2 后续反手被爆了出来 瞬间被秒杀 BZ1的位置很好 有无限的输出环境 看到后面三环打出来 帮女子也死了 还要追低下 太坦走不掉了 天啊 这一波果然就是利用这个视野的不错 然后再加上一个比较好的开团 就是马尔扎哈的大招控制 直接把这个潘森锁死了 在经济差刚才接近5000的一个地步 打赢了这波团战 在经济只差2000块 不可思议 而且这波团战不是惨剩 看一下这波的细节了 第一时间日女只能进去反手 大招定到了暴女 主要是剑魔想要进场的位置 反手被对方万豪给爆走了 虽然萨绵拉打了一不错的AOE 但是被对方一个异技能推走之后 没有太好的输出通签了 而且佳奥平确实这一波 没有做出太大的输出贡献 而且萨绵拉主要是没有收割起来 没有把自己的技能给刷起来 下一波 下落这波交TP了 强行想杀迟迟 看一下能拖时间吗 这个位置TP下来 最后一个Q筋还收掉 但自己应该走不了了 人头给到了小纳宝 我的天 整个局势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经济 虽然BZE还落后2000块 1000多左右 但是等级 包括这条小龙也是收下来了 你看现在等级 反倒是万豪还有一些领先 以及打野只差了一级 这样的话 其实BZE完全能接受 而且就是中路那一波开始的 你有没有发现 中路那一波开始之后 其实 DOI一直没有找到 比较好的一个进攻节奏 中期的运营节奏上面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丢失 而且至少小龙能够成功防守下来 对于BZE来说 最关键还是没让对方拿到听台龙 这个压力就小了 因为两条龙的话 其实给不了一个实质的压力 下一条龙还是可以利用这个龙 去牵扯去打团 没有必要说就是 把所有的眼睛全部放在龙身上 而可以杀人赢团 去拿男爵去获得胜利 但是对于DOI来说 下一波团战不能有失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其实潘三加暴力比较偏前中期 一往后打的话 其实打团方面 并没有像BZE那么好去输出 维恩 马尔扎哈 女坦 这种都是打团很强力的英雄 特别是马尔扎哈 虽然你看似这个英雄 其实先看这一波团战过来吧 这个下午要装中的 招出来 但是感觉推不掉 能撞一头但推不掉 因为都在防守 而且侧面自己家队友包过来了 而且万豪还是找的一个绕后位置 这把明教这个女坦很关键 其实我还觉得一点 就是DOI打团一致 先看这一波 打过来Poke一套 想要蹲人 双方真的是叙事带发 连分析的时间都不给我们了 过来直接爆 哇 一个AOE伤害打出来 一个大招定住 三个人回头 三个人先逃跑 后续旁边为人输出位置 又是很好 而且滚到了 教语脸上了 交出一个闪现 建模一个人打对方三个人 闪现过来要单杀 这个位置 小汉堡四杀 成功单杀完之后 是一个四杀的维恩 哇 这一波大龙友了呀 汉堡王来了 有点香这个汉堡 好吧 对 而且维恩昨天也是有听到 他对这个英雄特别的自信 真的是汉堡王 怎么说呢 就是熟练度很高的英雄 在他心目中能够主宰比赛的一个英雄 而且也看到这一局汉堡王特别的稳 就是我前期虽然被你搞了 还是就是小拿宝打得好呀 包括配合着明教这波大招的控制效果 虽然说萨米亚第一时间撤出正面战场 但是不久都给我们打出来 这个血量已经不足以支撑 他再去做第二轮的输出了 而且正面战场建模想要打输出 但是回头想换这个螳螂也是很难 对 主要是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他那个大招直接跳过去 大中了四个人的伤害 这个确实给团队很大的争议 这一波团开得好 前面也是提到一点 这把明教育很关键 就是他能不能接续万豪后续的控制 把这控制给打满了 其实萨米拉没有那么好的输出空间的 而且其实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其实萨米拉在昨天之前 硬术的训练赛都是不玩这个英雄的 但是昨天训练赛他玩这个英雄效果还可以 看一下这波的敦服 逃里面没有视野的 这一标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要控核蟹 先把这个核蟹控下来 30秒的小龙出生 那这个视野上面BZ又是有很大的优势啊 我先把小龙出的眼先排一下了 看一下 哎侧面攀升没逮到了 我周皇单杀了 那这一波少一个攀升情况下 这条龙应该不敢争了吧 稳住了没有选择继续追 而是选择控核心资源 对于DOI来说 这 还是要小心啊 时间啊 就是整个局势瞬间翻转 黑色五分钟 从领先可能将近5000块钱 到现在落后4000多 就当时你有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 主要是 正面战场两波团战对于BZE来说打得太好了 我觉得一个关键人物除了汉堡王 还有中单吃吃吃 他这个大招的控制 杀路上流建模 建模这个位置被定到了 瞬间被秒杀 迟迟拿到人头 后续泰坦这个位置翻手给一个大招 但是撤得很快啊 杀路的二坛应该是可以收下来 推进很快 但男爵BUFF 这个大龙BUFF 看一下能推到到的东西 而且不好接了 这个时候少人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不好打的 复活时间还有23秒 推基地可能有难度 但是这个塔的话是一定受不了的 唐郎计划打不了上来精一套消耗 侧面 我好问 找机会 推了塔之后直接走 没有选择摊水精 因为这边可能计算到对方复活的时间 就不想被这个TP所留下 因为可能觉得正面团战515 小鸣这波在留啊 潘森直接跳大招 跳到后排 想杀对方的 这个位置有一块表的 后续潘森没了呀 这个位置能烫死吗 直接烫死了 一千块到手 后续 泰坦赶到正面战场 闪现勾 勾到留人 这个位置交出一个闪现 后续敢打吗 泰米达赶到正面战场之后 有没有打出自己的S级的评级 但是大招好像开不出来 反手被空了一下 终于敲出了一个W往后去拉扯一下 但是还是又被空了 这个位置 持续输出还在后续 建模这边直接被马尔扎给碾死了 三杀 这一波 想要做输出 但是硬朴打不出自己的S评级啊 这个兰德里的苦楚 伤害好高啊 而且后续还是那个老问题 BZE这个阵容 他们控制太强了 就是包括日女 他两手连控 控到对方想要进场两个人 而且刚才还是在VN死的情况下 几个人都可以站得出来 马尔扎哈 先看这一波 直接要杀 维恩 维恩也是被一套给秒了 那边就算开启金人 也把点燃给上上去了 直接给烫死 但是可以看到后续上面 万豪站在最前面 整个站位上面还是挺好的 我闪先勾 勾是勾到了 但是身上还有一个闪 而且还有一个隐身 万豪前面无限输出 第一波先控一下萨米拉 然后后续再给一个控制 就被套了点燃 这个血量也回不上来 对 最后那个盾救赎凌刃 也没有很好的效果 只能说 这两波团战 各司其职 做得非常的漂亮 主要这个打正面团战 还是有点东西的 尽管被压得如此之狠 正面 其实马尔甲 他都是一个比较偏团队的阵容 这把迟迟是扛住了前期 对线被对方针对的压力 他那个沉默 也很就是让人心烦的 就你在中间丢技能 突然被打断 我一下也没有操作空间了 而且这都是要贴脸的 我们就一开始就说到 全部都是要切入的 没有一个在中间 去打的一个伤害 现在在局势上面 成功拿到两条水龙的BZ 其实就不用着急了 因为整个团战 他们现在是更占优的一方 而且经济上面 现在也拉开距离了 而且从等级上面 也是有很大的优势 特别是马尔扎哈 马尔扎哈在等级起来之后 团队一个作用太大了 对 包括维恩现在 可以这么说吧 就无敌两个字 写在脸上面 都想杀他 虽然说对方人员 可能想集火维恩 但是维恩在团战当中 没有那么容易被秒 而且这一波有闪现 这一波闪现 将会成为一个关键 现在是马尔扎哈 螳螂都没有闪 控制技能太多了 硬朴没办法 背后先出个细带 估计是想等一下 就等一下 下一波团战有闪了 BZ这边再接 而DOI这边的话 其实现在 想找机会 但是感觉又都不好找 你说继续找马尔扎哈的话 也不是太合适 现在马尔扎哈身上 有这个被动的护盾的话 其实你很难找到 第一时间控到他的机会 现在打持续作战来说 左边这个阵容确实也更强 右边就是打一套爆发的 进场那一波控制加爆发 把血量削低 让萨米拉或者建模有收割的机会 但现在好像这样的一套 团战效果很难打出来 反观伟员这边身上有很多的保命装备 而且可以看到 萨米拉还出了一个解控 那这样的话 其实换了挺多钱的 他这个细带就没办法 因为女产就盯着他搞 就盯着他在控 因为可以看到 刚才有提到细带 但是其实一直没有聊他的装备 他的装备 其实伤害是差很多的 而且大龙看一下 现在就是关键时候了 看一下DOI能不能够去 拉扯好这波团战 因为他们的站位 其实都是那种 没有说有人去接 就是 他们想找机会跳大招 GZ你一开始不就有说吗 就是这个建模 一定要想机会进场 但是这一局他 他没有什么绕后的演问 对没有选择这种策略去做 没有去跟他布置绕后演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的发挥空间就很少 对 他不好就走在你脸上去进场 这样不太好 是很难的 对 这条小龙要直接由周皇带人 solo下来 中路看你打也不在 直接跳 但是这个沉默要命了 回头 又是抱进去 抱进去 拉到两个 这一波LE拉满 瞬间把泰坦秒杀了 而且我们反观 整体BCE的血量还很健康 螳螂进场 想要收人头 这个位置 萨米拉终于开出自己大招的 反手自己被秒了 螳螂拿到人头之后 只剩下暴女一个人 游走到旁边 这个位置 跳过来 W减速 惩戒回口 后续换就换掉了 还是赢了 但是能走吗 再往侧跳 还行 这就是抱女最后的一个 挣扎 只能说是挣扎 因为正面的高地 就被退掉了 我觉得倔强吧 最后的倔强 荣耀 看一下能不能拦一下兵线 但是还是有几个小兵存在的 可能对于BCE来说 两路的高地是没问题 太硬生的 用自己一个人 把这个局面给牵扯回来了 看一下 但如果再追的话 反手一枚只到 而且这个时候搞不好 可以追击啊 建模是有TP的 是不是想等队友了 这边放女灵活性是有的 可以拉开距离吗 直接拉开 真实伤害没有打死 最后一下建模 应该是建模的TP 想要留一下 泰坦第一时间拉过来 建模用速度很快 看来这个位置走不了了 万豪 拿到一个终结人头 反手能不能开掉大龙 这个位置 瑞德哥道歉 我 我说是最后的挣扎 我没说他这波就没效果了 好吗 你不要乱扣国 这波看一下大龙怎么办 第一时间 人员聚齐 没有上单情况下 但是有TP 能不能拖住BCE这段时间 泰坦出来 再吸引时间 但是第一时间被摁住了 这个位置大姚先交 先收掉一个泰坦人头 围人的位置被对方盾到 一技能枪枕能换掉吗 打出复活甲 但是进场的两个人员 拿到三杀的周华 打到这种减速留住 而且旁边还有一技能的 煞星在烫这个血量 吃吃吃拿到双杀 拿到一个团灭之后 应该是可以有一波结束比赛了 BCE它的输出 不仅仅是VN啊 所有人都是能够在团战当中 发挥出巨量的一个输出的 螳螂万豪 以及马尔扎哈 都是有着非常充分的一个输出量的 那这一局的话 也是通过了BCE的那种坚韧的韧性 以及团队的一个配合 拿下了这场的胜利 我们恭喜BCE 获得这场BO赛的第一场胜利